有些人就說命運很難講的 二世祖你怎麼看呢? 其實是這樣的 我和你都相識了這麼多年 我們是好同學兼好朋友 很多人都經常說 一味二運三風水 四職陰德五讀書 聽過啊 但只記得這五樣 但其實還有後半個月的五樣是很重要的 還有嗎? 是什麼? 就是六相七明八敬神 九交貴人十餘生 為什麼呢? 好了 這十樣東西裡面 有幾樣東西我們是沒有得選擇的 例如一命二運 命和運我們沒有得選擇 我們一生出來的命 我是李嘉誠的兒子 含月金鎖匙出生也好 運氣也好 我不用做 我買一張六合彩都中了頭獎的 那就好 風水呢 信則有不信則 你說行不行呢? 是不是風水可以改變人的命運呢? 這個我不敢說 好了 四職陰德 我相信人呢 不斷做好事呢 自然呢 天都會建立我們的 嗯 好了 讀書 知識改變命運 所以讀書一定是幫到手的 但是不是各國都讀到書呢? 不一樣的 嗯 好了 讀書 不是每個人都有書 是 好了 那如果讀不到書 命又不好 運又不好 又沒有風水 又不積陰德 是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一輩子失敗 那就是六相七名 相就是講你的面相 嗯 但是爸爸媽媽生出來 不能選擇 是 不過這樣 今時今日可能整育也可以 是 但是整育之後 行不行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試過 名字 有些人說改名字 就可以轉運 是吧? 我覺得呢 都可能有機會 舉例 我姓陳的 嗯 如果我講名字叫做 百萬 是 每個人都叫我做 喂 陳百萬 陳百萬 可能我真的會成為百萬富翁的 不過呢 我也不會因為這樣而改名的 因為始終那個名字是爸爸 幫我改的 是 好了 六相七名 八敬神 敬衛神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嗯 當然呢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宗教信 嗯 但是我相信呢 這個世上很多的宗教都是道人行事 是 那如果我們是敬衛神的話 那一定不會做壞事先 嗯 不做壞事就是做好事 做好事就是積陰德 是吧 所以我覺得是有幫助 嗯 好了 跟著到第九樣 九交貴人 嘍 很多人呢 就將 結交貴人 是誤會了 以為是甚麼呢 去花結一些錢貴呀 去拆鞋呀 去認識一些有勢力的人士 嗯 但其實不是 在我自己心中所謂叫做交貴人 就是做好自己 做任何事情 你只要盡心盡力去做 做好自己 那次忽然呢 周圍其實很多人在看著你 觀察著你 那些其實就是你貴人 嗯 不排除可能你現在在現時的工作 你做得很下力 是 突然之間有個人出來 喂 阿泥先生 有沒有興趣過來公司啊 多當啊 是 那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 平時他觀察到你的人做事是盡力的 嗯 那那些就是你貴人的 所以記住就是說 交貴人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做好自己 嗯 盡力 盡心 做好自己 那自然呢 我們就很多貴人會時事 是 好了 講到十養生就更加重要 是 養生的意思就是我們有健康的身體 是 如果你沒有健康的身體 就算有貴人想請你 喂 但你也有病的 怎麼請你 是吧 就算地上有一千元在那裡 你也收不到 所以其實我自己會看法就是 在這十樣東西裡面 我們只要做到三天 我們成功呢 就已經超過九十五十 嗯 這個是你對於命運的看法 我覺得就是我們做人 是 只要心目中有這十樣東西 而盡量去做好其中的三樣或以上 是 我覺得成功的機會就很大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 好啊 好啊 最近我去 就是在網上聽道 因為我是基督窮 嗯 有一位牧師 陳恩明牧師 他講了一句話 有意思 因為和命運有些關係 他說你的identity就是你的destiny 嗯 就是你的身份就是你的命運 沒錯 就是你的identity 我想就是你怎麼看你自己呢 嗯 有些人是 就是看自己不起啊 嗯 就是不是別人看他不起啊 是 他自己看不起自己 是 自己覺得自己是生不同事啊 自己做的工作好像很不如意啊 總之就是很多所謂受害者故事 所以他自己那個身份呢 其實都搞不定 終於他那個destiny 就是那個最終的命運呢 就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所以我自己真的覺得就是 每個人就是人貴自知 又自知之明 你在什麼崗位 你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很同意你所說 所以那個所謂命運 其實有些人就覺得命運就是 你會要發達啦 你會要步步高升啊 那這個叫好的命運 那你剛才講的identity呢 又令到我想起一件事 是 其實那個身份呢 我就會想到是自尊和自重 是 很多人呢就只是會強調是自尊 是 那自尊和自重的分別是什麼呢 是 自尊就是自己尊重自己 是 但是很多時候呢 就很多人是叫做 覺得自己是比別人厲害 是過分的 過分有自尊 是 當人家講一句話呢 他就給別人挑戰 是 那所以呢 我覺得自尊就是說 自己這種對自己的認同 是 但是自重是更重要 是 自重就是說你要自己 要尊重自己的身份 譬如我是一個爸爸 我如果我是自重的話呢 我在小朋友面前 我不會講粗口 是 我在小朋友面前 我不會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是 又或者我是一間公司的經理 是 我沒有可能在我的下屬面前 蛇亡吞波 是 又或者在我的下屬面前 講粗口 是 所以其實自重是很重要 是 我們一定要自己尊重自己的身份 是 而做一些合適自己身份的事 是 所以這個也都可以回應你說的那個 identity和那個destiny 是 所以 我覺得是西方 他們的一些學說 和我們中國人的學說 其實很多是美國 是 是 你說到自尊自重呢 我就想起 都很久以前了 那時候我就寫了 就是四個部份 就講一個叫做自我發展的過程 而頭兩部份 你剛剛講完了 自尊自重 就是對自己的尊重 然後第三部份 就叫做自信 嗯 你有自尊自重 你才有自信 第四個部份 就叫做自我道向 嗯 就是說你知道自己要什麼 你會定目標 你會有行動 終於你達到的東西就是 人家所謂的命運 其實都是一個努力的成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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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